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早晨 早晨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如何做出一个决定的呢 譬如说要加入一个小组 譬如说要报名参加一个课程 你是如何决定的 你是凭喜好 凭你的经验 凭你的分析 凭直觉 或者其他讨论才做呢 自己知不知道 一分钟想想 好 有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假如你进了一间香港式的陌生茶餐厅 即是你第一次进去 请问你进去之后 因为你第一次进去 你选择哪个座位座 我问一个教友 我的教友就说他选择门口的座位座 我问他做什么要选择门口的座位座 他说万一有人砍油怎么办 怎么办 走得快点 我说你有没有想想一个人第一次去查餐厅 就想着有人会砍油 所以什么驱动他做决定 恐惧 原来恐惧驱动他做决定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今天我想提出一个做决定的方法 就等于我的题目一样 优先吸圣灵 腾出一秒钟 我选择的经文 就来自加勒太书 第五章的十六至二十节 就禁止了二十一节 然后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先来读圣经 十六节 我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欲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敌 我读一节 你读一节 接着十八节 但你们让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然而见的 就如奸淫 污谓 邪当 拜偶像邪述 仇恨 增敬 忌恨 努怒 结党 纷争 二端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仁爱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借用的是没有律法禁止 我们读到六章八节 信仗 情欲 修败坏 信仗 圣灵 修荣生 好 加拉泰书 我估计信主三两年一定读过 这段经文一读下去 什么地方最吸引你 全人类都是这样说 圣灵果子 背来听听 好 David也背得挺好 不过就不适合这个次序 你自己自创的次序 好了 我们一读下去加拉泰书 就被这段圣灵果子吸引了 但是sorry 这段的重点 其实不是在讲果子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 其实你们是温哥话的 我们是香港的 香港来到的人 都不同教会背景 为什么一读就说圣灵果子 因为跟中国人的性格有关 温柔敦厚 诗之教也 有没有读过诗经啊 老师 温柔敦厚 诗之教也 所以我们很重视道德 所以读经读下去 关于道德的部分 我们就下去了 圣灵果子 就是跟道德类似 那怎样 我们都说读经一定要怎样 上文下理 看一看 这个就是整段经文的意思 三个对比 第一 两种力量的博力 第二 两章清单 第三 两个结局 那才读完整段经文的 十六字就是个key 你们若信着圣灵而行 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 如果我再讲一次 整段经文的主经文在那里 就是你们若信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那怎样 两种力量相增 两张清单 两个结局 那整段经文都解释了 你这样才能解释下去 如果不清楚 那刚才读圣灵果子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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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清单 其实它是其中一张清单 那另一张清单是什么 情欲清单 但是有没有人去背情欲清单 没有 那保罗 为什么要写情欲清单 如果你不用注意的话 就是说 其实我们经常miss the porn 我们看不到 圣经作者想做的东西 看上去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开始看了 对不对 两种力量 其中一个叫做 欲体情欲 什么叫欲体 现代人不用这个字 用了我翻译到现代的用法 其实是讲一个堕落了的人性 就是自我中心 我们只顾着自己 我们不理人 就是这样 所以 你一定要留意到 我们里面有两种力量来博力 一面圣灵拉住我们 一面我们自我拉住我们 两种力量 圣灵拉你 肉体拉你 你跟谁 其实 宝来就是说这一件事 今天我们进了一个 我叫做 两种博力在这里 今天我们进了一个 就是叫做自动导航的年代 我初头来到温哥华的时候 过了这么多年 那些路都完全不熟 不过没有有啪 有什么在这里 对 一按 他进去 你认了就自动带你去 甚至避开塞车 因为我要去拍假街一个地方 看一个教堂 那怎么去呢 就按了 咦? 为什么这里全部红了 那辆车已经洗了下去了 哇 原来撞了车 不停塞路 它是帮你自动导航离开的地方 是帮你避开塞车的 甚至今天我们去到一个 叫做五支年代 上去 你设定了之后 就快了 设定了之后 大眼睛 到的了 这个就是叫做自动导航系统 它自己走 你知不知道 人类自从亚当之后 我们一出生 就设定了一个自动导航系统 这个自动系统 就叫做自我情色 就是人人为自己 很自私 这个就是人性 基督教要拯救 要对付的就是这个人性 人不为己 你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但是出世就会说 为什么呢 我们专爱自己自私自利 提摩太书就是在说这个 信了耶稣不是什么 信了耶稣也一样 所以教会也是麻烦的 为什么 因为pre-set了 一出世 就pre-set了这个 这个就叫做罪 我们时时以为 罪是很厉害的行为 那些是那种罪性走出来的东西 第一个是罪性 pre-set了的 你一不留意 你就按着自己的本意走的了 你说牧师我立个字爱主 是啊 你立个字是很好 不过会累的 一时忘记了呢 就失手了 是不是 我们决定了 我们不再讲人的 不过说一下就说一下 那个人真的很衰 有没有 容易失手的 pre-set了 信了主之后 怎样 信了主之后 我们有保卫师 就是上次说了 是不是 就是保卫师 就好像一个红绿灯 他给你讯号 这些事情应该做 应该不做 记得吗 上次讲 有行方十四章 保卫师 分卫师 副导员 他就是给你 不过他给你的意思 可能你不是很合胃口 你看到前面的 不是很喜欢他 是不是 保卫师劝你 走去和他握手 微笑 微笑 是不是 可能不是很合你胃口 那怎么办 你作为生命车的车子 你是个车主 在这里你就要决定 圣灵拉你 你的自我拉你 你决定跟谁 看着我的高科技 你决定就给圣灵牵引你 其实就在这里 你们若信仗 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欲 体的情欲 主题就出来了 是不是 我们一出世自动道行 自我无比 现在我们邀请一位新车主 圣灵 我将我这部车 我生命的车 交给你 是不是 什么时候有需要 他就帮你渡航 多好 所以问题就是 在于你受不受他管 经文就说得很清楚 我们教会有一个家长 来分享他的见证 是女士 他说他有一个读小学五年班的女儿 他要教她做功课 有一次一个问题 他说足足解了五次 居然都不明白 于是解到她发了脾气 不是正常不觉 不过 发到的地步 一定不 就伤害了一个女儿 一伤害完之后 就自己自责 是不是 我们时时做事都是这样 一自责就内疚 怎算好呢 他祈祷神 怎样好呢 一祈祷 就听到一句声音 这么说 难道你发完脾气 他就懂吗 很精彩 又下车 就没有烦恼 他立刻明亮了 那怎么办 圣明说 不如你去跟女儿道歉 道歉? 是妈妈 道歉? 各位妈妈 你没有跟女儿道歉 这么厉害? 师母有没有跟女儿道歉? 是的 五年班的时候 五年班的时候 跟她道歉 妈妈有妈妈的尊严 一直撑了很长时间 圣明说道歉 没有另一个方法 道歉 你知不知道 一个妈妈 肯对一个年幼的女儿道歉 是神职 你们若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会 方中欲 啟的情欲 精彩就是这样 所以圣灵不单止指示 红绿灯给你 他还加力量给你 怎样加力量? 圣灵很妙的 圣灵 圣灵在生命工作 你一定要去学 其中一个你看 耶稣都经历 看看马赫福音怎么说 圣灵就把耶稣 吹到狂野 圣灵见不见到? 见不见到我 我吹Cindy 出来唱歌 他见到我叫他 如果圣灵吹Cindy 是怎样的? 不用我吹你吹 现在在说吹 那你又要吹 那你怎样才要吹 你怎样经历到被吹 是里面一种感觉 记住圣灵讲义是这样 吹你去 其实是你经历过的 特别是我们香港 你见到婆婆过马路 这里过马路的人都甚少 但是在香港见到婆婆过马路 震恨恨 那你会怎样? 有种感觉 吹你去帮一帮她 你坐着地铁 满座 有个大妻子上来 有种感觉 吹你 你要让个位置给她 这就是里面的吹束 是不是? 如果大家是基督徒 都决过去信耶稣 在这个聚会道 牧师画面的信耶稣举手 有没有经历过? 心怎么样? 叮叮叮叮叮 这样的 这个就是圣灵的吹 吹你去厥治 我被吹逼是双重厥治的 信耶稣和造传导人 晚上八无聊赖 里面有东西吹你 读一下圣经 不要常常上网 看这么多youtube 不好的 读一下圣经 都有些吹束给你的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人类第一最怕是什么? 我们以为怕死 原来不是 怕死是排第七 第一最怕是什么? 孤独也不是 第一最怕是公开说话 公开说话 所以如果你有回过教会 有见证聚会 好 现在时间是你的 大家请出来 那通常 头过一分钟会怎么样? 你眼看我眼 我眼看你眼 Apo你快出去说 Ava去说 David说 快点 就是这样 因为原来人生第一最怕 但你有没有试过 在见证会的心 被驳被驳 出去说见证? 有没有试过? 那你就明白 什么叫圣灵的催促 圣灵除了催促你之外 又做别的事 这个使律行传说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 在亚世亚港独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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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了梅西亚边境 他们上往彼天来去 耶稣的灵却 不许 是里面有种 拉着你 什么时候拉你 什么时候推你 做好事就推你做 什么时候拉你 做坏事 发脾气 骂人的时候 想骂人的时候 眼睛已经增大了 突然间 里面说 No 很妙的 这个感觉 No 突然间出来 不要做 不要做 是很有力量的 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 我对人也不太认识 所以传亲福音 都是用资料去传福音 怎么用资料去传福音 就是背的论证 怎么证明神存在 如何证明圣经是神密 如何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有一次跟一个大学生存在 三十多年前 他进来 有时候可能去读大学 当时读大学的人都不多 只有两间大学 他的样子有点囂囂的 好像对信仰也不是很好的态度 我怒怒的 于是背那些论证 我一背论证 我一遇论证 我一遇二十多个 那便逐个 背了三几个之后 我见他开始面青了 我心想 面青 这么囂張 于是再背给他听 我说 你妈怎么来 我问他 他当然不懂 他看着我 我说你妈 你怎么来 就是你妈生来 你妈怎么来 就是你妈的妈生来 那你妈的妈怎么来 就是你妈的妈的妈生 那你妈的妈的妈怎么来 就是你妈的妈的妈生 我说你妈到什么时候 他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他真的在面青 其实这个就是 在十三世纪叫第一恩文正 就是我们这样 我说你妈妈妈妈妈 是无穷妈 所以一定要有第一个妈 这个叫the first cause 第一恩 没有上帝怎么有第一个妈 我发觉他开始已经动容了 整个人有点震了 接着我又想第二个论程出来 想着拼他 想着再来说的时候 突然间里面有一个感觉 stop 就是这样 耶稣的灵却不可 停 我心想停什么 现在正在赢了 为什么要停 不是啊 人家缺制 里面那样出了 带他缺制 我很不情愿 因为我是现在 老习习习习 我是哥尼亚 他是大胃 打他 不可能的 正在说 停止 哎呀 唯有停止 你信不信耶稣 邀请人信耶稣 那样子比较差 你信不信 其实是随便 谁知道 他说信 一信 立即流眼泪 他说带了折子 一带完他 去祈祷信耶稣 就会很难过 那个圣灵的声音出来 你是真正和人分享福音 永恒的好处 还是演语 不用说 当然 不认罪 想不认罪也不行 于是 你很难觉得 圣灵就是在做一些这样的事 交出你的管治权 这个就是 如果你们信服圣灵而行 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 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说香港 大概几年前 我们有五堂崇拜 星期六两场 星期六三场 星期六三场 我当时还在做主要牧师的时候 每两个星期就讲一次 道謝 有点像现在 星期日就是讲三场 九点一场 十点半一场 十二点一场 我们唱诗和你们一样 一定是站在那里 那些唱诗很长情的 二十五分钟 接着我讲到三十分钟 呼召十分钟 就连续三场 所以我九点回去 一直讲到一点十五分 才讲完道 我读神学的时候 我老师就说 大家研究过 一篇道的体力劳动 原来是八小时的劳力工作 这么少? 一篇道而已 我连续讲三篇 即是多少? 二十四小时的体力支出 所以说我每次讲完 死痕 因为我已经超过六十岁了 前几年已经是 我已经好像死痕 一时一时五分钟 那一时五分钟 说呼住完 下台的时候 一般我便走回办公室 留下一会儿 然后过去吃饭 教友约 凡是我说到 都不会约他吃饭 因为这样没有能力可以聊天 怎知道他一出来 教友出来 揚着我 他说他的儿子病了 想我為你祈禱 哇,這裡真是兩難 我沒有力氣,其實我站在這裡差不多站不住 三堂,這樣站不住 但是人家前面又有一個需要 那怎麼辦呢?在這裡掙扎 突然掙扎,裡面有一個感動 聖靈講了一句話,很簡單 你能夠侍奉是最大福氣 這是一句歌詞 能夠侍奉是最大福氣 阿廷,哇,很感動 然後我說,好 你一收到聖靈講話,你一順福 那種力量,那些腎上腺素就一路飆升 哇,很精神 然後,好,請問你一起祈禱 於是要為那個小孩祈禱 祈禱的效果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整個人浸入聖靈的感動裡面 我的態度完全的改變 兩種力量 自我的力量 聖靈的力量,我們要去經歷 兩張清單 來到這裡,有些人說 哇,這個又說是聖靈感動 這個又說是聖靈感動 那我怎麼知道是誰的聖靈感動 是不是? 然後有些人說是聖靈感動叫你嫁給我 那我聖靈感動,我不要嫁給你 那是誰的聖靈感動 寶羅說,簡單到不得了 他說,肉體的事是顯然易見 然後隨手列了15隻肉體的行為 你一看就知道了,這些自我行為 然後聖靈果子隨手又列9隻 兩張清單的作用在這裡 顯然易見,你看不看到兩張列列 你數下去,肉體15項 聖靈果子9項 一個是策位性的,一個是建立性 他說聖靈感動你,你怎麼會不知道? 你建立人生命,就是聖靈感動你 你去說話得罪人,你去說話挫敗人 你去說話令人無力,說人閒話 這個一定不是出於聖靈,是自我的 簡單到不得了 所以我認為列的15項是未完結的 不過它隨手列的 聖靈果子一樣,一列出來9個 很多人說9個果子,sorry 聖靈果子的字是用單數的 一個果子,9個面相,好像鑽石一樣 9個面相,是彼此連結著,是分不開的 所以聖靈在人生上來運行 9個方面都同時發揮光輝的 人愛喜樂和平,因此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喜樂 就是這樣來散發出來的 聖靈果子很簡單的 就是結到果,力量不是來自人 是來自聖靈 是聖靈在你裏面自然出來的 重點是你要學習download download之後要學習信服 跟著做 整段經文在講這些 所以你轉去看聖靈果子 你就miss了the porno 這裏強調是要我們跟著聖靈 那兩種結局呢 信著情慾殺種收敗壞 信著聖靈殺種收永生 一個是封誠生命,榮耀主命 一個是敗壞道德,羞辱主命 很簡單,所以整段經文兩種力量 兩張清單,兩個結局 主題就是信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縱欲體情慾 解完了,就是這麼簡單 這就是我想說的 所以這些跟從聖靈不單止要download 最重要是跟著做 你就能夠超越了自我 我們那個天生出來的罪性太厲害了 你pre-set了的罪性 你只有跟從聖靈 跟著它做,你才會贏到它 那怎樣?所以我提出的方法 怎樣做到呢? 優先給聖靈,騰出一秒鐘 再講一次,方法簡單到說 優先給聖靈,騰出一秒鐘 一秒鐘多久? 完了,是嗎? 即是你很衝動這樣 人性是一輩子的,衝動都是 你一個人嗨就嗨 你一個人衝動就衝動 你想借人就借人了 不過,借人之前 優先給聖靈 騰出一秒鐘 想罵的?敵達才罵 這下電光火石之間 你會改變的 因為反應是一秒鐘間的事 你怎樣把這個聖靈的反應 變成為聖靈的回應? 反應變回應 你是要有空間的 優先給一分鐘聖靈 撞車 一秒鐘,sorry,說錯了 一分鐘你頂不住這樣唱 好,駕駛一樣 當你撞車的時候 在你身邊 我們不是在這裡 我們正在駕駛 在你身邊,有你最愛的人 當撞車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遇襲過那一次 我一定保護我最愛的人 我兒子,我女兒,我老婆,我老公 這樣扭,是不是? 但當車營面來的時候 有沒有人敢扭車? 沒有的,你是自自然 這就是天然的反應 所以如果你想贏過這個天然的反應 你就是要把聖靈放在你的座架上 吸聖靈一秒鐘 就是這樣 你的水煲到熱,不得了 一摸下去熱,你會怎樣做? 直縮的 這是人的反應 你會不會這樣熱? 嘩,好熱,超過一百度 那怎麼辦呢? 應該用零點五秒的速度來縮手 你的手都焦了 這是人性反應 所以很多人說 坐邊的位置最危險 不是司機位,是司機旁邊的位 因為他當時是沒有想的 下意識就做 一句尖銳的說話 一摸下去,你就發作了 一個難看的臉色 一摸一摸你,怎樣? 你馬上這樣 一件不如意的事,一定的 記住今天的方法 盡量去操練 優先給聖靈 騰出一秒鐘 就在講一秒,將你的反應 轉變成為回應 很不同的 我記得有一次在台下聽一個牧師 他就講到,他就講到凡事謝恩 什麼叫凡? 什麼叫凡事? 廣東話叫做 全部難的事 全部難的事 全部難的事就是每一件事 好的事,壞的事都要怎樣? 都要謝恩 他就教了 所以弟兄姊妹,凡事謝恩 今天回家批蘋果一批批到手 不要說,不要這樣說 一批手應該怎樣說 感謝主 哈利路亞 這個違反人性 違反人性 他這樣教完就OK 他一下台,自己先把電線打開 一打開 前面那個教員說 你又說不要的 他一批的時候 只要耶穌碰鼻子才行 是難的 是難的 小蚊子是沒辦法自控的 我就要識 累就睡 辛苦就喊 是不是很簡單? 大人呢? 大人和阿 你可以控制的 就是這樣 所以給聖明一秒鐘 你的反應就變成回應 是生命的回應 我想香港的教會 不單是一個教友 很多 其實煙吃了十幾年 有些吃了二十幾 三十年 根本戒不了 因為那些煙入了他的血 那些尼古丁 誰知道他們走來 和我們分享見證就是 我就是來到你們當中敬拜 聖明的大能在運行 有好幾個都這樣說 在我聚會裏面 心心吸一口氣 一吸一口氣 幾十年的煙印就戒了 就是那一秒 你信不信聖明的大能 給聖明優先一秒鐘 又有一個 是我祈禱祖的祖緣 我帶他祈禱 他就和我分享見證 他說信了耶穌 但經常吸煙 有一次上班 他在這裏走過對面的停車 搶火車 他一路走的時候 還拿著煙 他想 我信了耶穌 為什麼我還要把這支煙困住 就是這個想法 走到自己的車旁 一放下爆煙 就是這個動作 一放下爆煙 因為有這個感覺 不要把煙困住 一放下感覺 三十多年的煙印完全解散 只是一秒 一秒做到多少 一秒原來可以做很多 上次和你分享我 1994年 回香港 回到教會 百費待興 我經常在想 我應該做什麼 我七月十七日落機 八月一日正式 回去做牧師 去到九月幾 我要查回我的日記 才看到日記 今晚在想著做什麼 第一我想一下 不如來改革一下我們的栽培系統 於是我祈禱 祈禱就睡覺 動作是這樣的 手上的床 睡在那裡 眼鏡皮 坐在那裡 睡下去 多長時間 一秒鐘 一睡下去 突然間 所有祈禱學校課程的內容 一聲閃出來 我好像看到光 立即大聲 立即衝出廳 開燈 拿著紙 寫 於是 一秒鐘 我下載了 整個祈禱課程的一 祈禱課程二 祈禱課程三 祈禱課程二 中間第三個 七條天線的應用 第四條 數靈天線認識 就是那個時候出來的 1994年 這個下載太厲害了 我下載了十五分鐘 下載了一秒鐘 你們是否用五支 一秒鐘 整部電影下載了 就是這樣 我下載了一秒鐘 下載了整個課程 一、二、三 我馬上寫了一 寫了二、三 寫了內容 然後第二招起床 將它重新整理 抄一次 從那裡開始 一直教到今天 未停過這個祈禱課程 大概 第一 祈禱一是教六 祈禱二 祈禱三 各教八堂 八十六 就是差不多二十二堂的 祈禱課程 一秒鐘 下載了 我還在香港的教會開 來自三十個中派 不是教會 是中派 聖宮會 中華基督教會 禮言會 信義會 宣導會 中華基督教會 有一千五百個教友 都來上過 我這個祈禱一二十 原來就是一秒 所以你說一秒鐘 可以做多少事情 做很多 我記得大概 我年輕時 參加了自己教會 一個報道團 我們時時會 被教會請出去傳呼音 那次臨傳呼音之前 因為我負責整個流程 跟一個弟兄聊天 說越傾越火 兩個人為了這個流程 就吵架 我心中很生氣 因為我音樂比她更厲害 大家都知道我 起碼懂得出一點 打 又彈結他 又打鼓 她又不懂音樂 因為是要拼嘴 我很生氣 我心想 你不懂就不要說 又要說 是不是 不明白就承認 又不承認 死也不承認 但是頂姊妹 師奉合作 不是說對還是錯 師奉合作是說團隊 說配搭 那個團隊才靚 那好了 罵完一輪 解僱完很不高興 然後領隊說 我們祈禱 祈不到之後我們就出發了 我們一祈禱 一祈禱半個小時 一直唱歌 這樣唱不到歌 我裏面又有聲音響起 聲音說 你們現在去傳和平的福音嗎 你們兩個在那裡吵架 然後去傳和平的福音嗎 我那裡很諷刺 聖靈真是這麼幽默 裡面的心裏裏裏裏裏 根本唱不到歌 根本站不到 掙扎又掙扎 只有一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只有一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去道歉 所以死死地氣 跪在地上 起床 走到他那裡 他又沒事 祈禱好像很好 這樣也沒辦法 就拍他 他就這樣 我沒有意思 替他道歉 一道語氣 我整個人都鬆了 很舒服 我覺得是 我現在去傳和平的福音 叫人和神和好 叫人和人和好 優先給聖靈 騰出一秒鐘 一秒就夠 我們的生命就會不在人了 我想請敬拜隊上來 好嗎 跟我們預備一首詩歌 我猜你都會很喜歡 能夠結滿了聖靈的果子 但這裡告訴你 你裡面有一種力量 一直扯著你 不讓你跟著聖靈走 所以你要好好地闖開 優先騰出一秒鐘給聖靈 然後跟著他做 你個人就會完全不同了 和我一起閉上眼睛 心心吸一口氣 聽聽敬拜隊 唱你壽事歌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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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心裡的一切輔助 贈美涼光 此刻高照著我 讓你拜能概念我 年風吹福授聲著我 如誰知讓我看我實惡 月火你混亂再到燕亮我 若你拜能概念我 和我一起深深吸一口氣 讓我們一起放鬆在神的面前 完全放開了 假如你是一個基督徒 在你人生中 你一定會聽到聖靈的聲音 祂隨時和你溝通 祂是我們的保衛師 祂要來指教我們進入真理裡面 祂要指出我們的錯 指出我們的衝動 很不正的行為 祂要來修理修理我們 你一定會收到的 問題是你願不願意來聆聽 你願不願意跟著走 你願不願意和我一起做一個深呼吸 然後告訴聖靈 聖靈啊我願意 聖靈啊我願意 我願意 你更細心聆聽你 我願意順服你 放下我自己 是的 放下我自己 我們很自我 我放下 我跟著你走 我就有豐盛的生命 是的 在這一刻 你可以回想一下 上一次 聖靈在哪裡提醒過你 你有沒有好好跟從著來做 有的話 感恩 沒有的話 記得拿回那個指引出來 一散會就去做 在基督徒默想的時候 我又挑戰我們當中 來未曾信耶穌的朋友 是的 其實聖靈都會傳達的 因為祂愛你 祂都會和你聊天 是這麼真實的 祂是會感動你 假如你在這裡聽到 或者在人生中 什麼時候曾經有那個感動 挑戰你 鼓勵你 推動你 去接受耶穌 就在那一刻 或者就在現在 你就告訴聖靈聽 你說我願意 耶穌我願意相信你 就是這樣你發現 整個生命完全不同了 親愛主我們再次獻上感恩 是的 因為你的道真是很美麗 充滿了力量 充滿了生命 我們仔細去讀 去翻開 去吸收的時候 我們要拿到當中的養份 幫助到我們 成為了一個 滿有生命力 又豐盛 又好的人 我們多謝你 為此我們今天 在你面前立志 我們好好去操練聆聽你 又跟著你去 我們相信 我們就會順著聖靈 收榮聖 多謝主 多謝主 我們同心的祈禱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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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起立來唱這首詩歌 作為對上帝的一個回應的表達 畢然生命 此刻充滿我 招海心裡截担幾福闖 珍貴兩光 此刻統照著我 若你大能改变我 越风再发宿成长光 越岁只让我看我心光 越风越温暖再都言得我 若你大能改变我 因为你在这里做过这个立志 你的生命将会不再一样 从今天开始在你的人生中 你会经历到圣灵不断的指引 不断的提醒 不断的修正 只要我们每一步 每一步很小很微小的一步 我们都跟着圣灵而行 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丰盛 灿烂 我们都会过到一个满意 土主喜悦的人生 愿主慈福利 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与你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给我们鼓掌 我们的主好吗 多谢 多谢我们的主 好 离开之前 跟旁边的讲 背那句经文 你们约顺着 就不 看着我 背给旁边的听 记不记得好吗 一起背一次才走 拜拜 拜拜